现在的影片呢是要跟去大家介绍 Uptune Trine的一个卡车的造型 以及变形的形态 以及机器人的造型 现在呢我们先从Uptune Trine 这个吊吊的一个Peteville的一个造型 来介绍 这个Peteville呢 一个卡车呢 如果你单单是一个人呢 站在这里呢 你只有这么高啊 这么高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只有这么高而已 ok 如果这么高呢 他的Metech呢 也是他的Metech Trello呢 这样高 你的人就多小了 你想想 ok 我的废话有一点过 有稍微过多了一点了 所以呢 我们先介绍跳过另外一个步骤 就是变形的一个步骤 首先呢我们 要变身呢 我们先把他的 旁边这个油桶的地方呢 给他弄松出来 弄松出来 再把它整成一半 往进去里面 再把他的上面这个盖子的地方 stripper 整个的移到下面去 同时的把他的脚推下来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上他的脚的部位了 他的脚部位呢 整个往下来 分开 往下来全部 然后 再来呢 看在这个里面 把他的这个 里面两层 里面的一层呢 这个 搬下来呢 轮胎 给往进去里面 扣起来 他就呈现了 up to find的脚的造型 这里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就是他的车头的部位 啊 这个旁边这个门的地方呢 给他搬出来 整个以上去上面 他的胸膛 这一片 移下来 往里面 再把脚的部位呢 给他 移下来 车头的部位呢 把 两个的 分开 可以 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再呢 把他的整个 移上去上面 他的胸膛 就出现了 在这里了 哎 把他的 手的部位呢 给他卡在里面 卡在里面呢 后来再把他 这一片两片的地方呢 给他 搬出来 手的部位呢 给他移出来 他这个 头的地方呢 把他这片呢 给他 往上移 拿头扣出来 再扣起来 他的变身过程 不算难 可以把他的这个 轮胎的这个 部位呢 也要往里面 翻进去 可以 把他的膝盖的地方呢 给他 稍微的 移出来 啊 就算他的变身过程 不算难 不算 归不算了 因为他的灵活度 非常的好 比之前的帽比 还要来的更好 本人非常喜欢 这是Upper's Prime 他呢 可惜的地方呢 他呢 后面的这个 轮子的地方呢 不是在 真正的这个 两个轮子的造型 符合到电影里面呢 一些造型 他呢 你看 他脸的部位呢 非常的漂亮 不用 灯呢 去在后面照呢 他呢 也是可以自己的去发亮 你看 OK 这个赖牌顶呢 一个 啊 介绍 OK 他的灵活度呢 非常的灵活 灵活到一个步行 啊 脚呢 可以 往前踢 踢那么高 膝盖 都可以 转弯 也可以 旁边 甚至也还有脚板的地方呢 可以往里面 这样子 得去介绍 腰部 倒是有 手的部位 可以这样子去 转 双关节 OK 双关节 头呢 可以稍微的 是 完醒 可以去看不同的角度 非常喜欢这支 Uptune Strike OK 你看他的摆出的战斗姿势呢 非常的漂亮 OK 有些是跟那些DESEPTICON呢 做一些战斗 嗯 非常的喜欢 他的META weapon呢 我不会再去介绍了 OK 因为非常的无聊 無聊吗 我来看看 等一下 啊 嗯 在这里 Oops 这个是在 第一套 变形金刚 第一集里面呢 呈现了这个 啊 他的枪 并不是真正的 一个第三集的一个枪 他的枪呢 在这里呢 是可以有变化的 把这个地方一推进去 里面呢 他呈现了 啊 就算在店里面 有了一把键 再把它控起来 可以挖在他的手上 非常屌的一个把枪 不会说去格格补入啊 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个META weapon 嗯 他能变回枪 算好了 OK 算不错了 非常 啊 非常喜欢这只 奥特帅 我呢 其实来说 对 那个 马尔 META weapon呢 我不会去 在乎他们 跟机器人 啊 合不合理 OK 我喜欢META weapon 甚 甚过于 他的变形金刚1和2的 那些有子弹的那些东西 我是非常的不喜欢 OK 有武器好过没有武器 这样子说 好不好 这个就是Transformers Chao各位们 Volvator Class Optimus Prize 下回见了